这是一只嘴长6.66公分的吸纸怪 它白眼一翻 就可以在一分钟内让你暴瘦20斤 而且皮肤紧致 永不反弹 这样的吸纸怪 你想来一只吗 可这天小镇却发生了离奇命案 一个280斤的胖女人 在健身房里减肥时 突然被人敲晕 然后肚子里就开始有脏东西在游走 随后女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干瘪 直接领了盒饭 等到警察来时 我的天 他们都被震惊了 从没见过这种死法 而且他的后背还有一个红色的吻痕 好像被什么东西吸干的 就当他们匪夷所思时 有一个500斤的网红吃播 刚营的纯金奖杯 就在自己的车上也被吸成了 仅剩70斤的干尸 而且他的身上也有吻痕 这不会是连环杀人吧 更可怕的是 胖子的女友身上 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痕迹 而以前他也是个胖子 可自从他出轨后 就瞬间变瘦了 还越来越漂亮了 经过大壮和阿伟的调查 女友每周都会去一家 极为火爆的减肥中心 据说在这里 美食随便吃 根本不用什么减肥 更不用什么运动 一分钟就可以暴瘦20斤 这简直就是女人的天堂 每天都会有无数的女人 挤破脑袋来这里减肥 于是两人就假扮成健身教练 想潜进这家美容院 而美容院的老板 就是开头的那只吸纸怪 他还有个人类男友 就因为身材好 怪不怪我无所谓 呵呵男人 两人凭借着自己不健全的大脑 成功混进了美容院 大壮成了健身教练 而阿伟却成了厨娘 并且这里每个人身上 都有那个红色的吻痕 难道他就是凶手吗 这个女人白眼一翻 就开始吸别人的脂肪 顾客只需要睡一觉 就可以轻松减肥20斤 他就是这个美容院的老板 用这种特殊的方式 与人类和谐的生活着 但警察却怀疑他是连环杀人犯 在这家美容院里 特奇怪 每天都会给客人吃这种果酱 阿伟忍不住尝了一口 嗯有点上头 还偷偷的藏了一罐 可没想到 没一会儿的功夫 自己就开始头晕目眩 直接倒地不起 大壮这边也发现了 客户每个人的身上 都有红色艳迹 有的甚至有两个 而且刚出门就碰见了 网红吃播的女友 女友一下就扔出了他 眼看马上就要暴露警察的身份 他赶紧给阿伟打电话 可阿伟却说自己四肢无力 无法动弹 大壮见情况不妙 急忙跑进后厨 在一个仓库里 找到了快要晕过去的阿伟 两人在交换情报时发现 这家美容院 先是给顾客吃迷药 后是关进小黑屋 然后从里面出来的 都会出现这种死亡痕迹 两人决定马上行动 大壮偷偷潜进了美容室 可除了火罐用的器械 什么都没有 而另一面吸纸怪的男友 在他们的车上 发现了他们的证件 还有那个瘦成七十斤死者的资料 于是他们想要毁灭证据 将库存的脂肪全部倒掉 可倒了一半 脂肪怪后悔了 他决定把他们全部吃掉 就在他吐出吸盘时 一把枪对准了他 这是一个死亡痕迹 只要出现在人的身上 到了晚上就会长出 奇怪的脏东西 然后被吸干死亡 凶手就是这种吸纸怪 靠吸食人类的脂肪生存 就当一只吸纸怪要进食时 一把枪就抵住了他 吸纸怪并没有挣扎 阿伟将他狠狠地绑了起来 并一直说自己没有杀过人 原来真正的凶手是他的弟弟 他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食欲 姐姐留给他的脂肪 根本满足不了他 三倍斤的胖子 他能同时吃掉两个 所以他不得不出去觅食 另一边姐姐的男友 气急败坏地来质问弟弟 但弟弟却不知悔改 一把刺死了姐姐的男友 听到尖叫声的大壮 直接闯了进去 可还是来晚了一步 直到男友被害的消息 姐姐彻底崩溃 他说自己建立减肥中心 并不想伤害任何人 姐姐请求警察 不要让自己的弟弟变成魔鬼 于是两人根据姐姐提供的情报 来到了弟弟藏匿的地下室 他早有准备的弟弟 将地下室的电线切断 无奈两个人只好拿着手电筒进入 没走两步就看见了地上的血迹 随后阿伟就被弟弟偷袭 用铁柜将他压倒 还伸出了吸盘 阿伟将他一拳打飞 被激怒的弟弟更加疯狂 不熟悉地形的两人 一时间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他直接又扑倒了大壮 又一次伸出了吸盘 危机时刻 阿伟捡起地上的刀 一刀割断了他的吸盘 救了大壮 被割断吸盘的吸纸怪 也因此丧命 而吸纸怪的姐姐 虽然也是怪物 却从没有伤害到人类 为了预防危险的发生 两人决定不为难他 只是将他遣返回原来生活的地方 如果真的有这种吸纸怪 我十分迫切地想要一只 你们呢 如果在野外遇到这种冥蒙怪 可千万赶紧跑 因为他可能随时出现在你的身后 就在刚刚 农场里诞生了一只冥蒙怪 为了吃掉屋子里的狗狗 他悄悄施起了魔法 想把他们骗出来 只见怪物就这么两个爪子一动 房子里就发生了怪事 先是厨房的柜子里 诡异地喷射出了一个冥蒙 随后烤箱里也喷出了冥蒙 开始的时候 狗狗还以为是玩具 只是玩了一会儿 但他们并没有挪动地方 于是怪物怒了 他开始从四面八方 投掷冥蒙 来吸引狗子的注意 冥蒙不仅从柜子里出现 就连马桶里也喷出了冥蒙 但怪物就是不知道投其所好 因为狗狗根本不喜欢吃冥蒙 娱乐了一会儿后 狗狗还是不走出房门 于是怪物释出了大招 他在一颗冥蒙上 安装了个大眼睛 用了吃爷爷的劲 丢进了房间里 再用魔法吸引狗狗的注意 诶 这下奏效了 狗狗们的注意真的被吸引了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危险也正在悄悄来临 因为狗狗迟迟不肯出来 冥蒙怪也不想装了 他实在太饿了 于是他悄悄的来到狗狗的房间 想要趁他们不注意 一口吞掉他们 结果却被几颗冥蒙划刀 聪明的狗狗们 见房间来了怪物 于是一拥而上 一起消灭了他 所以千万不要好奇 这可不是一般的植物 大嘴巴里隐藏着一个 专门吃怪兽的锋利牙齿 一顿饭就能干掉一顿肉 而且只是这种会飞的 史前巨兽 你绝对猜不到 他是怎么捕猎的 他们会利用尾巴里的细菌 来制造氢气 慢慢升入空中 并有组织的聚集在一起 一旦他们确定目标 就会放空自己体内的氢气 像离弦的剑一样 嗖的俯冲下去 并迅速张开锋利的前撞 狠狠的抓住石草兽 随后伸出触脚 哭吃扎进他的身体里 石草兽发出痛苦的哀嚎 你以为他要吸他的血吗 不 他是要控制石草兽的飞行 你看他张开小翅膀 控制气流 想要迫使他降落 变成他们的食物 但这只石草兽过于强壮 这几只的力量显然不够压倒他 只好被迫放弃 饿着肚子等待下一次机会 幸免于难的石草龙 则飞向更高的地方来疗伤 因为他们必须在今天追上一只雌兽 来完成脱单和繁衍下一代 他们有巨大的尾巴 会拖累他们的飞行速度 而能追上雌兽 才能说明他强壮 进而受到雌兽的青睐 而受孕后的雌兽 无法在空中缠乱 必须要落到地面上 并再也要无法返回空中 所以他们必须牺牲自己 雌兽根本看不见宝宝孵化 就会被无情吃掉 而孵化出来的宝宝 会成群结队的奔向太阳 他们必须第一时间学会飞翔 弱小的生命 根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一种吃腐蚀的软体动物 都会成为他们的天敌 他们会包裹小石草兽 将它们溶解后吃掉 仅剩的小石草兽 会在跳崖的过程中 完成第一次飞翔 但却要面临更大的危险 幸存下来的石草兽 又要担负起反衍生气的重任 此兽也还会毫不犹豫的牺牲自己 母爱真的是最伟大的爱 我敢打赌 这种兔子你绝对没见过 它顶着和苍蝇一样大的眼睛 每天肯是剧毒魔果 而现在它丝毫没有察觉 树上一个变异的六尔弥猴 已经盯上了它 它看准时机冲了过去 兔子很警觉 撒腿就跑 石草动物在地面上 还是有速度优势的 尽管弥猴使出了橡胶手 也没能弥补速度所产生的差距 这只兔子成功逃脱了 六尔弥猴也只好兴兴离开 而兔子又去下一个地点 继续觅食 因为它们要储存足够的能量来产卵 为了躲避捕食者 它们不会花时间找配偶 而是产出蛆一样的卵 自己出去打扑克 找到合体对象后 就开始形成胚胎 再变成勇 最后再变成坚硬的球体 它们会向四周喷射触角 将自己悬挂在树上 继续发育 并对自己进行二次保护 这是除地球外 另一个有氧气的星球 这里的氧气比地球多10% 而在这里 所有变成红色的成熟的东西 都有毒 比如兔子吃的蘑菇 成熟后就会喷射出包子 这种包子会寄生在兔子体内 而兔子也会发生诡异的变化 它们会失去视觉 更没有恐惧感 这也正好是一些不想努力的 六尔猕猴的目标 然而食物来的太容易 代价也很大 食用被寄生后的兔子 它们就会很快死去 变成新的宿主 最后长出新的蘑菇 就是猴头菇 到了冬季 幸存的猕猴就会随着太阳迁移 留下的兔子就会全部死亡 等到春天 新的生命就会从球体里孵化出来 继续繁衍下一代 这个女人正在和女领导吵架 下一秒 黑妹是个爆炸头 最大的梦想就是黑长直 她来到一家理发店 选了经典款的黑长直 但你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直发 大狗子针针到肉 精准的穿针走线 硬是把黑妹腾晕了过去 醒来的黑妹被自己惊艳到了 觉得皮肤都变得白嫩了 这也太哇塞了吧 但你绝对不会想到 这款头发有多恐怖 这天黑妹在办公室 不小心就划破了自己的手 头发瞬间像蛛丝一样 扎进了伤口 好不容易才拔出来 晚上黑妹想吃薯条 可头发连枯死血的番茄汁也不放过 瞬间被吸干 更恐怖的是 黑妹来打一妈 刚要拿出28厘米的大帮底 头发就手当其冲 分分钟就洗了个干净 洗完血后的头发 像洗了飘柔一样 如牛奶般丝滑 从此黑妹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头发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她开始控制黑妹寻找目标 这天房东催黑妹交房族 完全被黑妹的黑肠指所吸引 说如果让她飞翔下 可以免下个月房租 机会来了 黑妹拿出大杆兜 就扎了个口子 头发瞬间就钻进了伤口 不一会就吸瘪过了 当黑妹醒来时 人已经死了 好在警察并没有怀疑黑妹 但黑妹知道是头发干的 残存一点意识的黑妹 想起了父亲留给自己的日记 写着印第安人的黑发魔女 他们寄生在人身体上 依靠吸血为生 养成后就会借助宿主的身体重生 但此刻已经晚了 头发又支配黑妹去猎杀目标 这次是她的前男友 这个渣男原来嫌弃黑妹的 没求头发分手 现在又想回头 只见头发如慢腾一样迅速增长 就在渣男放飞自我时 黑妹摔破高脚背 扎进了男人的肚子 瞬间被吸成干尸 醒来的黑妹崩溃了 她随便找了家理发店 想剪掉头发 意识到危险的头发瞬间狂躁起来 如黑山老妖一样 旁边的人想跑 怎么可能 刚对完坑的妹子出来就被活活的噎死 理发店瞬间全是干尸 清醒后的黑妹又一次崩溃了 准天黑妹在话剧表演 意识到有自己的同类 她跑上去 看到的竟是女领导 原来女领导也去同一家店直发 女领导想要剪掉头发 不料头发却活活勒死了她 黑妹被吓得赶紧跑 遇到女同事 刚要说话 就被头发卷了进去 下来黑妹躲进杂物间 没想到这里都是被头发杀死的人 黑妹出去一看 女领导竟然没死 直接被头发占据灵魂 躲不掉的黑妹拿起斧头 开始与女领导厮杀 但根本不用动手 两个人的头发就在空中像臭脚一样 疯狂的搅拌在一起 黑妹拿起高跟鞋就跑死了女领导 随后黑妹躲进了 由中国制造的防弹玻璃的录音棚里 奈何女领导太强大了 眼看就要破窗而入 黑妹被吓倒在地 竟然看到了一把枪 看似自己有救了 扣下扳机 竟然是个打火机 她想到了理发师的忠告 一个月不能沾水 她点开了烟雾报警器 开始喷水 魔法于水后 竟然完全失去了魔力 她迅速的剪掉自己所有的头发 从此她只能包着头生活 好在还活着 但那家理发店依旧火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美产生执念是会不受控制的 我们要相信自信才是真的美